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和做过的几组盈评,CP你更看好哪一对? 各位网友们,近几年杨子也算是走上了事业的高峰,因此与杨子和做过的盈评CP也是不少,这些CP你们更喜欢那一对呢? 第一对陈湘如谢杨子和陈毅,陈湘如谢是由郭虎任海涛指导,杨子,陈毅领衔主演,张瑞,孟子义,朱永腾,徐凯宁,李新泽,韩成宇,傅芳俊,李玉,朱立兰,沈小海,林源,叶希月,古雪儿主演,和中华,侯孟瑶,孙泽源,杨希子特别出演的古装爱情仙侠剧, 陈毅和杨子分别饰演男主和女主,两人经历几百年的虐恋,终成正果 第二对女心理师杨子与景,百然女心理师是由柯问力指导,杨子,景百然,王家,兼任资领衔主演,倪萍,黄绝,张若南主演的都市疗欲剧 该剧于2021年11月23日在优酷播出,该剧根据毕书敏的同名小说改编,讲述了心理咨询 施赫顿在事业经历剧变之后,创建独立心理咨询室,从一份导师交代的神秘档案背后挖掘出惊天秘密,在伙伴帮助下阻止了悲剧发生的故事 第三对龙珠传奇之无间道杨子与秦俊杰,该剧是天意影视,乐视传媒出品的古装言情剧,由朱嫂杰,周远舟导演,杨子,秦俊杰,舒畅,毛子俊,思琴高娃,韩成宇,刘学义,孙卫等主演 该剧讲述明朝公主李易欢偶遇微服私访的康熙,两人历经相知相许,但最终难嫡家国仇恨的阻挡 决定相继于心相忘于世的故事 第四对天机之白蛇传说杨子与任嘉伦,该剧是由尹涛,刘国辉指导,杨子,任嘉伦,毛子俊,李曼领衔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该剧由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改编而成,讲述了小白蛇白妖妖与妖师公公尚许宣前世今生,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 第五对亲爱的,热爱的杨子与李线,该剧是由李清荣,向旭经联合指导,杨子,李线,李红奇,王真儿,李泽峰,江沛瑶,孔林,王策,梁爱奇主演,胡一天特别出演,秦佩特邀出演,王厄君友情出演的青春励志言情剧,该剧根据莫宝非宝小说密之盾由于改编, 讲述软蒙少女童年对热血青年含商言一见钟情,二人在相处中甜蜜碰撞,上演一场高智商与高情商的甜蒙梦幻爱情故事 第六对香蜜沉沉浸如霜杨子与邓伦,本剧是由朱瑞斌指导,杨子,邓伦领衔主演,陈玉琪,罗云熙,王一飞联合主演的古装神话剧,该剧改编自电线的同名小说,讲述了仙花神之女锦密与天帝之子,旭奉三世轮回的安怨痴缠,守望千年之恋的故事 第七对余生,请多指教中的杨子与肖战,该剧是由吕莹指导,杨子,肖战领衔主演,翟子璐,马于杰,李牧尘,李云瑞,王承阳,赵诗义,张玉琪,杜双宇,杨潇然联合主演,夏至清,郝文婷特别出演的现代都市情感剧,该剧根据柏林时将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, 讲述了音乐系大三学生林之校,因父亲生病住院,与父亲的主刀医生顾慰谢后并相爱的故事,于2022年3月15日在湖南卫视播出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杨子近几年合作最有迎评CP感的影视 看过这些的决定杨子和谁的CP指数最高,请打在评论区 部分内容来源网络,侵权连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,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